人们常说,性格决定命运,在股票交易中,同样有决定投资命运的内在因素。 在心理学上讲,性格的改变虽然很难,但还是可以通过后天影响慢慢改变的,而气质往往是不能改变的。 这也就因了目前有些人是富而不贵这一说法。 回到交易中来,我们不一定要有贵族气质,我们是要先富起来,所以我们要重塑交易性格,从而实现交易命运的转变,把赚钱变成我们每位投资者的精神特性。 来看一个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做过的有趣试验,他们在两个玻璃瓶里各放进五只苍蝇和五只蜜蜂,然后将玻璃瓶的底部对着有亮光的一方。 而将开口朝向岸的一方。 几个小时之后,科学家发现,五只苍蝇全都在玻璃瓶后端找到出路,爬了出来,而那五只蜜蜂子全都撞死了。 蜜蜂为什么找不到出口呢? 通过观察他们发现,蜜蜂的经验认定,有光源的地方才是出口。 他们每次朝光源飞,都用尽了全部力量,被撞后还是不找脚趾,爬起来后继续撞向同一个地方。 同伴的牺牲并不能唤醒他们,他们在寻找出口时,也没有太用户帮护助的方法。 如果说逆风是叫调形、理论形,而藏颜则是探索形、实践形,他们的思维中,就从来不会认为只有光的地方才是出口。 他们撞的时候,也不是用上全部的力量,而是每次都有所保留。 最重要的一点是,他们在被碰撞后知道回头,知道另外想办法,甚至不惜向后看,他们能从同伴身上获得灵感,合作与学习的精神让他们共同获救。 所以,最终他们是胜利者,对这个事业有着不同的看法。 有人会说蜜蜂是劣势,而藏颜则苟且偷生。 有人说藏颜非常聪明,而蜜蜂有些愚蠢。 有人干脆把目前社会上的人分为两种,一种是苍蝇形,二就是蜜蜂形。 如果先摒弃云仙的对于这两种昆虫的道德附加和好恶感,你需要考虑的问题是,看看自己在投资中。 你到底是蜜蜂还是苍蝇?你想做蜜蜂还是苍蝇? 为什么投机科老是瞎做?一般交易者说某市场不错时,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市场上涨。 而他也正好做多了。 当他说市场很糟时,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市场下跌。 而他正好不幸做多,市场这时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在下跌,而且划得比非得快。 有经验和成功的交易者知道,下跌走势的市场要比上涨的市场赚钱更稳而且快。 要抓住显著的下跌走势,一个重大的障碍,就是他对任何市场,天生,就有一种看多的心理。 即使去试试很明显的下跌,那些投机科还是固执的既放价格中会反弹,以为自己能够抓住反赚点。 这种投机方式是很昂贵的代价,要向有所成就的投机科,不应该有这种主观和一厢情愿的想法,而应该运用客观和可行的方式去操作。 使用交易系统时,应该照它原来的目的去用,前后一致,而且要严守纪律,合理的停损是不可少的保障,以免合理接受的小损失,演变成了依法不可收拾的财务大灾难。 交易者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,以及将来在类似的情况中,必须继续面对的关键问题是下面这些。 一,在空投市场期间内不同的时间中,市场是不是由下而上形成写著的反弹? 二,交易者要怎样参与这种反弹,同时保持合理的停损保护,以免事实上就曾经发生过反弹讯号是错误的,市场最后还是继续下跌。 三,假使交易者已经常而作多,而且因停损点而平仓,那么他要怎样回到空方的阵营,继续在空投市场中交易下去? 长期的大趋势,尤其是下跌趋势,不会很快反弹。 他们常都维持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时间,伴随难以计数的假讯号,造成许多交易者惨遭冲洗出场,一定要避免去抓头部和底部。 因为那顶多是种主观的没有根据的接触方式,这种做法很少成功,必须发挥耐性和严守纪律,等候你的技术系统,告诉你反弹已经发生。 在这个时候才跳上新出现的趋势,如果你的系统带着你走向另一个方向,也应该用合理的停损,保护你所做的新仓位,万一反弹是虚假和无法维持久远的,单弹停损也能把你带回持续进行中的趋势。 大空投市场来说,只要市场继续在一个宽广,连续的区间内下滑,也就试着这个区间内的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,一滴比一滴低,那我们就要十分小心谨慎,避免去试探底部。 炒股一定要用这十条铁律,第一条,快进快出,这多少有点像我们用微波炉热菜,放进去加热后立即端出,趟时间长了啦。 不仅要热壶菜,弄不好还要刷外成菜的器皿,人本想快进短炒结果,长期被套是百招,即使被套也要遵循且律而坏出。 第二条,短线要抓领头羊,这跟豹羊密切相关了,领头羊往西跑,你不能向东,领头羊上山,你不能跳牙,抓不住领头羊,打二头羊也不错,且律是不要去追尾羊,去买高价高工。 不仅跑得慢,还可能掉队。 第三条,上涨是加码,下跌是减棒,这同每天我们都在骑的自行车道理一样,上坡时,用尽全力猛踩,一封尽就可能倒地。 下坡时,紧握刹车,安全第一,且律是一旦刹车使令,要汽车保人,否则撞上汽车就显向还生了。 第四条,再烂的股票,如果连续下跌了50%后都可抢反弹,这好比我们坐过山车,从山顶落到山谷,由于惯性总会上冲一段距离,遭遇重大率空被摇斩的股票,不管基本面多差,都有20%的反弹。 铁队是,不能热练,单谈到阻力平台,或填补了两个跳空缺口后要裹断下车。 第五条,牛士忠不要小触冷蒙古,这就像体育竞技中足球赛,强队不一定能胜若队,暴冷时常发生,因为球是人的。 中国足球队在亚洲被打平及出现时,被暴冷淘汰,牛士忠得到黑马,那一只不是从冷蒙古里跑出来的,体育是不要相中红牌冷蒙古,这样有可能被罚下场。 第六条,卖进股票下跌100%,因坚决止损,这是我们从下中国象棋中得到的启示。 下棋看起步,在被动局面时,一定要丢阻宝车,保住了资金才有发盘的可能,铁律使之损失,主要针对规避系统性风险,不适应技术性回调,因为小足过河,甚获石车。 第七条,高位三连鹰市卖出,低位红三冰水买进,正如同每天地看到天气预报,阴线乌云弥漫,暴雨暂至,阳线三粮开菜。 厌粮高涨,铁律使装甲将用此片线洗盘或下跌中计,应结合各股基本信息甄别。 第八条,大盘包跌时,逆行的股票,正无疑向海边游泳,只有退潮时,才能看清谁在裸泳。 罗者有两种可能,一种是穿了昂贵的隐身衣,一种是真没钱买裤衩,铁律是逆势飘红,有可能是大资金扛顶,后市大涨,也有可能是装甲又多拉高出带。 关键看是否补跌,第九条,敢于买涨停办股票,真涨停之所以被称为赶死对,是要打略和冒险的。 这如同徒手攀岩,很危险,一脚踩空变成自由落体,当奔上了山峰,便会一揽中山小,财富增值极快,因为只要涨停被封死,随后还有涨停,铁律是在连续涨停被打开前,一定不要松手,松手就前功尽弃,第十条,买入跌停板被质量打开的股票,质量跌停,被到单快速迁开。 因毫不犹豫杀劲,正如同我们在夜空中看焰火,先是由绿变红,再一飞冲天,剧量下一般都能从跌停到涨停。 当日有20%载货,铁律是美丽的焰火,很快撑过眼烟群,一日集合竞价时立马掏空,时照让你不再错过大黑马虫焦量,是价格变化的原动力,其在实战技术分析中的地位不言自明。 下面将为大家介绍成交量变化的根本规律量价应用法则。 在涨跌停板制度下,股票的第一个无量跌停,后市仍将继续跌停,直到了由大量出现才能反弹或反转。 同理,股票的第一个无量涨停,后市仍将继续涨停,直到了由大量出现才能回大货反转。 放量总是有原因的,在高价区有些主力往往对跳放量,长在一些价位上放上大卖单,然后将其支掉。 一显示其破例吸引市场跟崩眼球,或是在某些关键点位放上大笔买盘,一显示其护盘决心的大。 凡此种种现象皆为假,众心真实的升降即可辨别。 若是在低位出现的对跳放量,说明机构在换装或是在准备拉刀起一波航行,可以直接跟进。 在股价长期下跌后,成交量形成股底,股价出现反弹,但随后成交量却没有随价格的上涨而低增。 股价上涨缺乏在度跌至前期谷底附近,有时高于前期谷底,但出现第二谷底,成交量明显低于第一谷底时,说明也没有下跌的动力。 新的一波上涨,又要起来,可以考虑买进。 四,廖家玄谷法制破位出局,下跌的时候,无论有量无量,只要形态一军线,趋势线,紧线,相继破位,军要及时指引止损出局,属下图。 五,廖家玄谷法制高位清仓,高家驱一根长黑,若后两根大阳也不能吞没,表示天价成立,宁及时清仓,高家驱无论有无力好力空大阴大阳, 只要出现巨量,就要尽弃头部的形成,属下图。 六,廖家玄谷法制天量无天价,成交量创历史新高,次于股价收盘却无法创新高时,说明股价必定回到。 同样,成交量量若创历史新低,而价格不在下跌时,说明股价将要止跌回升。 七,廖家玄谷法制低位廖家提升。 在空投市场中,出现一波量价,均能突破前一波高点的反弹时,往往表示空投市场的结束。 在多投市场中,价创新高后,若成交量量在创新高时,常常表示多投市场的结束,空投市场即将开始。 八,廖家玄谷法制低量低价,上升去市中出现的相对低量,股价回落至重要均线五日,十日,三十日,五处,往往是极佳的短线买点。 九,廖家玄谷法制低位量对地。 黑芒谷的成交量变化在底部时一般有两种特征,一种是成交量在低位底部从某天起突然放大,然后保持一定的幅度,几乎每天都维持在这个水平。 在日线图上股价小幅上涨,下跌时常常出现十字形状,另一种是成交量从某一天起逐步放大,并维持这种放大趋势。 股价常常表现为小幅持续上涨,说明主力已没有耐心或时间来慢慢进货,不得不将股价一路推高别拉边西。 三,廖家玄谷法制低位突破平台,在股价底部盘整的末端,股价波动幅度逐渐缩小,成交量萎缩到极点后出现量增,股价已中央突破盘局,并站在十字均线之上,成交量持续放大股价持续阳线,也离开底价三天为原则,突破之后联合的均线转为多头排列。 此为最佳的短中线卖入点,也是梁价均线配合的完美样本。 股民朋友必须谨记六大逃顶技巧。 一,某股票经过几个月拉升,走了多个主升浪,然后价格从高位开始回调。 如果连续多日无法收复十日均线,猛妥的做法是,暂时缝刀出来,严防深度套牢。 二某股票经过拉伸之后,突然出了种大利好消息。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买入股票,反而应该是卖出股票,因为前期已经涨过了,利好消息出来就见光死。 三,某只股票的股价破二十日,六十日均线或号称生命线的一百二十日均线时,一般上有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五左右的跌幅。 还是先退出来观望较好,当然,如果资金不急着用的话,死定也未尝不可,但请充分估计,未来方方面面可能发生的变数。 四,与众大利好当天不准备卖掉的话,第二天高开卖出,或许能获取较多收益,但也并存着一定的风险。 三四 五,中大节日或者会议前一个星期左右,开始调整手中的筹码,乃至清空股票,近代观望。 六,政策面透过相关媒体明示或暗示要出整顿金牌告示后,因战略性地渐渐撤离股市。 股票卖出的经典技术图解,上升趋势线上升一段时间后,突然破位下跌,并跌破上升趋势线的下轨线,说明上升趋势已变。 此时,因立即卖出,暴跌后股价见地反弹,拉升至前期将期整理密集成交趋时,会有解套盘的压力而进行震荡整理状态。 后市经过一些时间的消化整理后,才有上空的动力。 股价经一些时间的上升之后,五月均线逐渐向下跌破十日均线,为短期卖出信号,当时日均线向下跌破三十日均线, 因为中期卖出信号,MACD卖出技巧信号,在临轴下方就限死差第一A限死差日卖出,卖点金奖。 一,如果MACD指标的死差形态,出现在临轴下方,或者临轴附近区域,是十分强烈的卖出信号。 如果MACD指标的死差,出现在临轴上方很高的位置,表示股价还在上涨行情中。 虽然空方暂时取得优势,但股价长期上涨的趋势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。 二,MACD死差出现在临轴附近时,表示多方顺库空方的同时市场行情,由升市转为跌市。 这个位置死差形态的看跌信号强度要超过临轴下方的死差形态。 MACD柱状线由红变绿时变绿时卖出,卖点金奖。 一,MACD注线由红发率的同时,如果成交量逐渐萎缩,则是对多方力量不足的验证。 这种情况下该形态的看跌信号就更加可靠。 二,MACD入线发率之前在零轴上方持续时间越长,未来股价下跌的空间也就越大。 三,如果MACD指标在零轴上方出现了预股价的顶背力形态后再发率,则该形态的看跌信号更加强烈。 这样的情况下,投资者应该尽快清空手中的股票,不必在等待绿色注线逐渐变长。 三,KDJ恶狼出山卖出技巧,原理是KDJ指标的超买区域,用来规避股票操作中的短线调整。 经过前一波上涨完成一轮多头行情,当J值达到100的数值时,进入超买的状态,短线操作可以进行分批卖出,或者顺货力逃出,实战案例。 注意事项KDJ运用中,KDJ经常和死差的间隔时间越短越好,而KDJ经常后出现小夫人当整理K线,为最优形态。 三,KDJ经常后,如股价创出进气新高,则成功率更高。 四,在形成金月时,指标线B必须是上涨的,在形成死差时,指标线B必须是下跌的。 成功的交易者只需要反复做好两件事真正的交易者,只关心两件事。 一,我买入后走势证明我对了怎么做,二,我买入后走势证明我错了又怎么做。 未来的行情实验无法精准预测,你唯一用到的东西,就是一致性的交易规则,它让你站在这场概率游戏的大树一侧,盈利不是靠你预测行情的胜率来获取的。 而是依赖你做错的时候,你尽可能少亏,你做对的时候你尽可能多赚,这就是实战家和分析师的最大差别。 你买入的目的不是为了亏钱,而是为了获利借尽可能的获利更多。 当走势对你有利的时候,必须贪婪,要利润奔跑。 当走势对你不利的时候,停止幻想,要减断亏损。 什么时候大盘方向明朗,任何时候都不明朗,任何时候的行情都是拿自己的筹码赌出来的。 尽管很多朋友从来不认为自己在赌,那也只是认为概率大,算不上赌而已。 事实上,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走,交易就是下赌注,用确定的代价赌不确定的利润。 只不过当致命的风险来临时远离。 当风险可控的时候,未来值得一赌。 交易大部分时候都是计划我的交易。 交易我的计划,盘后去看走势按规则确定怎样做。 交易时间做的,就只是按规则去交易。 如果要在交易时间中的波动里,考虑那些哪里买电或卖出问题,相信很多时候,我同意也会让自己不知所措。 我从来就不认为买进的具体点位在交易中占据多大的作用。 只有追求威力的买单才追求具体卖入定位。 被追求威力波段的交易,过于注重具体卖入定位,会得不少时,会损失更多的机会和利润。 买入的具体点位不会是我交易的重点。 我每天在排后看看当天集之前的走势,凭借经验判断一个方向,找一个自以为合适的价格区,然后卖入持有。 从来不会花很多精力去研究价格,究竟会在极脚几温止住。 但却有很多朋友强调,在他们的交易里具体卖入定位是多么的重要。 如果精确的买点在你的交易中占据了很关键的位置,如果你不是以追求威力波段的操作, 那么只能说明,你根本不知道交易策略为合物,你甚至不理解行情走势是怎么产生的。 更不知道,你要操作的是什么? 华尔街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,拿出几张走势图, 然后让几个小学生和几个做了几年交易的人选择后面的方向。 结果小学生的胜率压倒性的高于那些做了几年交易的。 时刻点击这十六个字,炒股一辈子也不会说是在股在,是增股增,是减股减,是增股走。 无论是装脱放出来的股,还是好朋友介绍的股,以后是你自己选的。 只要坚持是在股在,是增股增,是减股减,是增股走就不会被股有。 所谓是,可以是上升通道,也可以是人线系统,也可以是某个指标。 因为你的交易不可能是依据感觉,而没有实质性的依据吧。 当然,这里是指大多数的交易者,因为大多数的交易者,都是追求技术性的投机套利, 特别依据基本面股指等交易的同学,大客不必钻牛脚尖,有了是,何谓是在呢? 距离来说,就是股价运行在上升通道,或均线多头排列之上,有了是,是在,何谓是在股在呢? 距离来说,就是股价运行在上升通道,或均线多头排列的上升趋势时,你就可以持股做多,炒股你不炒上升趋势的,难道要炒下跌趋势的吗? 当然这是在一般散户,在我们A股市场,做工不可盈利的情况下,那么,何谓是增股增呢? 这就简单了,上升势头越来越明显,节奏越来越强,上升通道刚开始的角度换得向爬,随着运行,角度加大,开始向走,然后跑着进入主生, 这样就是一个是增的过程,操作者随着最初的势头不明显到越来越明显,当然是做得越来越大大,下的筹码越来越多,即使是增股增了,何谓是简古简,是增股走吗? 例如,上升通道的股,从45度运行到了60度,然后到了75度,最后进入了90度的垂直拉升,而后转为75度,60度,这就是明显的势头减,持股量当然要随着势头的减弱而减了,所谓是走股走,是上升趋势从减弱到跌破上升通趋势时,已不构成持股的最基本条件,即使在股在, 所以当然是是走股走了,带着这16个字,在势头转多后,果断介入,在势头转空后,果断出场,别明明破位了,还在说加仓补仓,疯狂做多,也别明明全力升势了,还在看空做空,就轻松达到了阶段亏赞,让利润奔跑的投机高手境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